好,來到第六場四班1650 選一隻起勝驅行頭 他今次會出王牌上陣 重戴半衍防衫眼罩 下班,最重要是 四班會下班 你看回他三班,對甚麼馬 三個馬位輸給封衍四,起街雲來 下班又馬上判頓騎 這馬應該挺有信心的 跑這場賽事 因為他那一場183 其實他可以對封衍四起 這麼厲害的馬 都可以有信心 在後面有人下飛 所以我覺得 其實應該是有質素的 之後跑了兩場草地 部署下班 我覺得他擺明居馬是這場 看看潘頓狗檔怎麼發揮 最好是走山位 當然 這些馬,大馬主也很願意去交代 方仔應該都用心去交代這些馬 另外安褲 他最近試了一個泥襲 泥襲是怎樣的 我們先看看 泥襲呢 包尾那隻就是安褲 其實他可以追回很多 因為前面那些是德勝區 有響有上的馬 沿途現在三疊 泥地性能就試驗到 在試襲試驗到是OK幾好 現在又是下班 下班就看著這些馬 前面就是德勝區 又向又上 現在安褲已經轉彎 已經飛四五疊了 看到梁家俊 這隻手呢 看看怎樣騎 正在騎的 蓋上來 又走小的 還沒有打邊 沒有很大力騎 分一下薑而已 打泥的 拗了兩邊 其實呢 反映到泥地性能好 外面也可以蓋上來 這次就下班 跑泥地 跑了一六五零 雖然這隻馬層沒接近過 但他試襲泥閘都應該幾好走勢 所以這些泥地應該是對的 下班轉場要防 陽光大地上次就失望 但是上次其實很差 一個仔魚 差到無論都可以上回第四 這次市場風七檔 如果擺蝦在前面走的話 不要被人蓋 我相信都靠一直都不難 還有金絲雷將 他國能去跑 上次退出了 這次等到泥地才報 休息一下 看看會不會賺少體力 所以這場賽事 選了二號起勝區 一號安芙 十二號陽光大地 四號金絲雷將 我們會不會賺少了 那一隻昆芽 那個小財 二號金絲雷